嘿 這邊是哪裡啊 這邊是 與金錢抱最近的距離 實際體驗一下 與神最接近的距離 Michael Jordan抽什麼 我們抽什麼 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變籃球大地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超哥 今天我們來到竹北 找我的好兄弟 品味大師 漢志兄 這邊是他開的雪茄館 非常的高雅 環境很棒 與神最近的距離 連Michael Jordan的雪茄 他通通都有 一支3萬的雪茄 一支5萬的雪茄 你們抽過嗎 就讓漢志兄介紹他的收藏 帶我們進入不同的領域 小哥 你後面三個妹子看起來有點厭熟 有點厭熟喔 你給我看一下 我鄰居小妹妹啊 我跟著大家聲一下哈嘍 幹嘛來裝俗 晚上我有房間號碼 都傳給你們了 去等下來賠酒 沒有來開玩笑 謝謝兄弟 謝謝 酒溫 你在 幹 當機 雪茄 美酒 還有美食這個領域 都有非常多的見解 而且非常的獨到 那今天從雪茄開始 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收藏 好不好 好 好 乾杯吧 不用 不用 好喝欸 這什麼酒啊 30年的威士忌 你做嗎 我記得喔 聽到30年當然要多喝一口 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收藏 這是每個人的品味 跟我自己喜歡的一個風味的分享 像這麼好的一些農作物啊 不是每一年都有這麼好的豐收的產品 同樣一樣的雪茄 在同一個年份 但是是不同的產區 都會有不同的風味 我有挑了幾款是 大部分人都覺得 特別美 跟特別優雅的一些風味 然後跟每個人分享 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觀念 我們看過這個世界上 很多很高端的東西 那我們只要知道 這個世界上有人很欣賞它 這樣就夠了 我這樣講 很好啊 很好嗎 好 我 沒有沒有 為什麼要喝自我喝 沒有沒有 因為我剛喝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 30 也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們先點一隻雪茄好了 好玩啊 來這邊雪茄館 都有這麼漂亮的美女朋友 你有 你要確定 萬一人家來 然後沒有 然後打給我啊 我載他們才會載啊 對不對 一定沒有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Koiba的Bihiki 它有分三個環境 就是5254 56 就是它的粗度 這個姿勢有點猥褻 可以不要這樣握緊它嗎 這個粗度 懂嗎 對 每個人都很熟悉 這個是2011年的 大概是台幣30萬 這三盒加起來台幣30萬 對 這一年裡面有加了叫做 Media Temple的一個特殊的菸草 在路口的辛辣感是沒有的 對 完全有辛辣 它有很輕鬆的一點 淡淡的可可跟一些奶油的風味 沒有人的成就是平空得來的 我覺得大家都在經過很多努力 可是我其實還滿想 我想問你一句話 為什麼你可以買雪茄 你這些東西應該要好幾千萬 因為我沒有法拉利 你把美式又錶我幹嘛 哈哈哈哈 最早這一個 其實它是在2006年的時候 它有就是出了這一個 PIKEN雪茄 它的加標是白色的 然後每一支雪茄上面 是有一個數字編號 是手寫的 對 然後一盒 這麼大一盒 40支莊 那當時出來的時候 售價大概多少錢 就差不多在100萬台幣一盒 一盒 40個 現在那個 現在要500萬 現在的話 應該會在1,700萬 一根雪茄四五十萬 差不多 其實也還好 因為像法拉利下去跑個2000 那輪胎換一換也是要四五十萬 沒有 另外一種價值觀的風 對對對 我覺得我的價值觀也都壞 這叫做Koiba的Reserva 它是用那個Robusto Size 然後去做了一個 Edge六年的雪茄 你看它的盒子 喔 很漂亮 做得很精美 它這一個加一啊 是很細緻的 沒有什麼顆粒狀 它味道是很乾淨的 嗯 真的 沒有什麼雜味 沒有什麼雜味 Koiba最好的產線 然後跟它們九級的 捲煙絲 去捲出來的 特殊的雪茄 所以有分一級到九級 對 一級是算什麼學徒 呃 它可能就是 可能還不能捲 這麼頂級的雪茄 就是分級別 它的原料 跟它的產線 還有最後就是 它的捲煙絲 對 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 是捲煙絲的配方 喔 不得不說 這支Koiba真的是 很棒 我以為你是要說 我講得很精彩 你講得很精彩 但是我只是要讚嘆一下 這一盒 牌價應該大概 11萬到13萬台幣 現在大概要25萬 一個人也是1萬多 全球剩量就是5千盒而已 仿製它的雪茄特別的多 雪茄不要亂買 因為它生產5千盒 但是被抽掉已經超過5千盒 意思是說 有很多 衣甲衝刺的 這樣講你們就懂了啦 所以雪茄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是 這麼貴的雪茄 其實來源最重要 我們現在介紹這一盒是 Grain Reserva 它是GR 也就是Koiba 算最頂級的一個雪茄款 第一個是用6號的尺寸 那它Edge的時間 是超過大概7年的時間 這也是全球限量 是5千盒 所以我們可以看它的 家標的話就是 比較前期比較老的 它第二環這邊 就寫了一個GR 邊邊是用金色 所以代表它很高貴 市價大概差不多是50萬 一個月子3萬多 好 還會再漲嗎 這個是那個 它的系列是1492 這也算是嘉年華登記的一個雪茄 那它不是屬於常規品 真的是算定期收藏的東西 全世界也非常少有 那實際上到底有幾盒 我說真的 我也不是很確定 它到底有幾盒 它這個打開來裡面有 1 2 3 4 5 6 6層的抽屜 每一層裡面都有 不同尺寸的雪茄 是從1號到6號 這一盒 我已經可以想像它的價位了 對 應該兩隻金油艇吧 大概3隻 但你這一盒300萬 對 我就抱著這一盒跑掉就好了 我不錄了 沒關係 把你留下來就好 靠北洪天八百 我們沒有鼓勵抽雪茄 我們沒有鼓勵抽菸 我們是健康平台 對對對 如果有罰單那個 如果有罰單寄到我這邊的話 我一定要扣你的製作費 一般我們在抽雪茄 都是大部分木核比較多 還有一種就是人家講的 Jaw這種罐子 然後它是用磁瓶 然後這一種也是 今年出的一個Bulliver的Jaw 它是30週年1989 到現在30週年紀念的一款雪茄 它有一點淡淡的皮革 再加一點櫻桃的香氣 因為磁它的毛細孔比較大 它會呼吸 農作物啊 它用這種磁器去做保存的時候 它的存化速度是比較快的 這個是龍罐 它就是古巴跟中國 它是做一個建交20年 特別發行的一款雪茄 這個市面上也幾乎連看都看不到 我都不太敢摸 那我等一下把300萬拿回來給你動一下 不要千萬不要 把阿力壓壓在這裡我才能走了 我來介紹一個這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2008年的嘉年華 它推出的一個綜合的一個組合的一個學家 上面有一個菸田之父的簽名 叫羅白納 它裡面有很多一些絕版的學家 然後到現在可能連婦科都沒有 它都算比較特殊的 像連這種Koeba都是屬於老標的 現在幾乎也都看不到這一款的產品 這是一個組合寶 在2008年的嘉年華 特別推出來的 重點是它有古巴這個菸田之父的簽名 不是每一盒都有 是剛好只有這一盒有 這一盒有 因為它的雪茄很好抽 我很喜歡它的魚壘 有一個說法 不可考是卡斯楚 只抽它種植出來的菸葉 接下來我幫你們準備 就是我們今天的壓軸 也是比較特別 那我想在全台灣 目前應該擁有這款學家 數量最多的人 可能是我 你不要謙虛了 我幫你講就是它 我直接幫你下斷點好不好 雨神最近的距離 雨神最近的距離 幹嘛的 對 這個尺寸叫做 double 顏色 然後這麼長 我從來沒看過這個Size的雪茄 不是往下看就看得到嗎 你讓我比它粗很多 他掏出來對比嗎 傻小啊 這個就是幫Michael Jordan 特別捲漬的一支雪茄 這支雪茄很特別喔 一般細長型的雪茄 通常塞加的距離非常高 我們抽了幾十支這個雪茄 一直都沒有塞過 這個捲顏室它叫做 Alex 也是酒機捲顏室 然後可以拿到特殊的菸草 然後才捲到這一種特別的尺寸 然後給Michael Jordan 這支雪茄 只供應給它 那為什麼別人買得到 呃 這個不能講 對 好 塌掉 這個也沒有所謂的光電架 那Michael Jordan的那一盒 有一個 Humido的 那一盒雪茄 現在大概也是四萬塊美金 這款雪茄的話 就是在我們雪茄館 我們也沒有在販售 所以這是我們純粹個人的收藏 現在我們要實際體驗一下 與神最接近的距離 人生也只有這一次機會來對不對 Michael Jordan抽什麼 我們抽什麼 如果要再拍更屌的話 就是要找Michael Jordan一起抽雪茄 呵呵呵呵 那到底要從哪一邊開始抽 這個就是收尾的地方嘛 那我們待會就從這邊剪掉 然後從這邊點脫 期待 這個風味 看我吐出來的煙亮 完全不塞 完全不塞 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變籃球大地了 哈哈哈哈 人生有這麼一次機會 說真的它長度真的很像一隻香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個畫面實在是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還有一種用法 是可以拿來拜拜的 這一隻雪茄 你也抽不出來它是新的雪茄 它反而感覺起來好像是十年的老煙草的那種風味 對 對 然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很獨有的味道 很獨有的味道 那個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 木頭 很特別 我不會形容 今天謝謝漢志兄 帶我們品嘗他的收藏 然後也帶我們見識到這麼多神奇的寶物 我這樣稱呼他 我想應該不過分啦 因為這對他來講 可能也是他人生裡面一個很深刻的記憶 還有他的心頭號 那很謝謝你 兄弟 謝謝 希望還有下次合作的機會 聽說你對酒跟美食也有很獨到的見解 是 請大家多多期待我們的合作 超拍人生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我們就到古巴 去找這個捲菸絲 然後叫它捲 我們親自籌這樣好不好 你去過嗎 我也很想去 那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可以嗎 哈哈哈哈 對不起 老闆娘在那裡 老闆娘可以嗎 我跟我們一起去 一起去 哈哈哈哈 晚上我們在極樂古巴的時候 哈哈哈哈